任健檢中心护理师的尹雅 在疫情期间罹患乳癌 面对抗癌与防疫的双重压力 尹雅是怎么度过的呢 我是尹雅 我今年40岁 我在38岁的时候罹患乳癌三期 那我在医院工作的关系 所以离爱之后 对于自我的防护 还有因为疫情的波动 让我有很大的困扰跟压力 因为免疫低下 没办法好好照顾自己 那时候知道自己在化疗之后 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想我是必须得回到职场 因为休息的时间过长 也担心说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本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的经济压力真的蛮大的 那时候只要回去 出门其实就像大家一样 酒精一定都随身携带着 然后只要碰出任何东西 都会不停地做手部消毒 那时候住院就是回到病房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自己那时候因为很紧张 所以其实有一点像强迫症的感觉 就是几乎只要手碰得到的地方 就凡是电灯啊 或者是把手啊 叫人灵啊 床栏啊 我一定都会在 房间里面先全部都查试过一遍 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 因为我经不起任何一次 只要染疫我不晓得 我的并发症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努力 虽然很害怕 但是我很尽力去做 哪怕在别人眼里 看起来真的就是很神经质 我没有办法打赌 我觉得我能做的 我一定要尽力去 尽力想办法活下来 对 在化疗过程 在药物治疗过程中 因为更要保护自己 所以有打流感疫苗 也有打新冠的疫苗 那时候都会需要 等到自己的白血球 药物治疗之后 尽量在它的最高点 去做施打 因为担心没有办法产生抗体 就是等于说这个疫苗 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功效 当初抗体这个部分 它是对于像免疫功能 比较低下的人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不用担心说 自己的免疫有没有办法 产生逐多抗体的好方法 因为它直接投语抗体给你 听起来就我所了解的 我会觉得是一个福音 希望它可以放款 可以提供给 有意愿施打的 癌症患者的话 我觉得我会去打 谢谢家人 在那段时间的支持 还有照顾 那也很谢谢 同事之间的包容跟体谅 可以让我在那段时间 可以休息 然后再重返职场 谢谢这些神队友们 对 感谢神也感谢这些神队友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对于这些治疗的病友来讲 都是一种变数 是一种挑战 因为我们只要随着疫情的波动 就会让我们那种心情起伏更大 而且压力更大 但是我希望说 这些病友们在这个过程中 当他们觉得心累 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的时候 或者是说因为病情的波动 在治疗过程中 觉得很疲乏的时候 希望他们可以回头想想 他是怎么样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的 希望他们不要放弃 在癌症疫情的加工下 像银雅这样免疫力低下的病友 急需保护 今年4月7日 指挥中心针对成效型单株抗体 再次放宽适用条件 银雅也在这次的适用对象 需积极治疗之恶性肿瘤患者之中 台湾病友联盟理事长吴鸿来表示 如同指挥中心 目前推动的疫苗加一运动 免疫低下病友 除了施打疫苗之外 还需要单株抗体加一 被列为常态性的防疫政策 让他们能放心治疗 安心回到职场与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